我跟委員還原一下當天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他狀態真的是不好 因為 他民進黨現在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執政以後 都會讓那個跟人民都會 遠離 像我們去拜票我們都是手握很緊 對手握很緊 他們去拜票就這樣 你看起來人很多 都是他們的那個什麼 預言候選人跟在他的旁邊 他們看到 然後就走了 我們去都是這樣好不好 他就是這樣 他那天去那個市場以後 他就開始 我剛好宣傳就停在他對面 我過來以後就幹嘛 我就開始喊中國鵬 鄭英鵬中國鵬 他的人員 那影片到了我昨天上TVBS的 這個新郎大白話 他新郎大白話是2點到好像到5點 是 我上3點那個時段 還在播你 而且他被我嗆完以後 因為我的車 他的人 鄭英鵬的人 居然還要求警察 說要給我開單 要給我取締 結果還好那個警察 靈機一動就說 那可以我可以給 游志斌開單喔 但是你們那8台也都是 停在紅線 要開要什麼 一起開 就是說他們長期這種用特權 用警察來對付 我們這些不同的聲音 而且 為什麼這次那麼用力 要去嗆鄭英鵬 因為要去嗆蔡英文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立法院真的要修法 他們過度解釋啦 說蔡英文到我們桃園來 前一個半小時 等他8點到 6點半 游志斌就要消失 如果 我的車是靠不進他 而且他們還話一句說 游志斌你要抗議可以 那邊讓你抗議 你讓他抗議 通常隔了一公里 或幾百米以上 國安 條例的解釋是什麼 說 警員內部也在抱怨 說過度解釋了啦 他說蔡英文抗議要在 他聽不到 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可以抗議 那我們要抗議什麼 我們要狗廢火車 連火車都看不到 我們怎麼廢 所以 最近桃園治安問題很嚴重 為什麼 不知道委員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中立 前幾天那個三個人 命案 然後有人被 所以被稱之為 清朴寨不是吧 對 這桃園的柬埔寨 中華民國的柬埔寨 有人被詐騙到那裡去求職 我知道 那這個事情為什麼 警方 疏於管理 因為現在蔡英文 每個禮拜來兩三次啊 那每個禮拜來兩三次 他每次來都是 左三層 右三層 里三層 外三層 要給他環環包住 動用了很多的警力 所以桃園的警力 已經很吃緊 人家都被他搞得 忙翻 忙翻天了嘛 那警察現在都是 保護蔡英文 哪有空去保護人民 所以現在人民保姆 已經改名叫 總統保姆 或小英保姆 所以我真的是在這邊也呼籲 就是說 立法院要關注這個 你總統你到處亂動用維安 然後讓我們桃園的治安 陷入這個惡性循環 這個是好議題 當選司議員的時候 可以在 市政府裡面去 處理這些警察的失誤 然後警察其實也驗聲載道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這樣幹 警察的票真的是跑光了 另外鄭英鵬已經很危險了 可是 民進黨現在為了挽救這個 中國鵬 鄭英鵬的選情 已經積不擇食到什麼階段 我昨天跟這個 陳麗玲律師 我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蔡英文 鄭文燦 鄭英鵬 總統去幫里長 我不知道以前馬英九有沒有去幫里長助選 現在而且這個里長是我們就是 毒品犯罪錢科雷的一個里長候選人 更重要的是這個里長的爸爸 他每個黨都呆過